本节目由有温度更智能的中国近视银行手机银行赞助播出 我们不断地添加着形形色色的好友 通过分组制定组成我们的社交生活 据调查将近100万手机用户的好友数量已接近5000人 在这个永远在线的年代 不间断的沟通占继着我们的生活 然而你每天频繁联系的 是你最想联系的那个人吗 今天幸福实验室邀请到了五位备试者参与实验 他们在社交软件上保持高频联系的好友 和他们真正想要联络的会是同一个人吗 没有留意过 大概几百号人没有上线 八百多个人吧 就是我会把我自己的通讯录的好友 是控制在某一个数量的 一千来个吧 五百多个人 显然我改清理了 我通讯录现在有一千多个好友 八百多个人吧 五百七十四个 五百多个人 预料之中 自己平常是一个表无趣的人 一千四百一十八个 一千来个吧 那上面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那个九百三十六 几百号人没有上线 可能是毕了业之后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 然后就加了起来 九百六十九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这么多人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这么多人 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 分组的只有亲戚 亲戚会分组 没有 完全没有分组设置 只有小部分有分组 只有小部分有分组 我的智力四个人 我所有的好友都是朋友圈也可以看见的 你不可能每个都猜到 你是什么神仙 我不是什么神仙 我是更懂你的建设银行 手机银行 建行手机银行 更有温度的建行手机银行 这么好我也想拥有 手机银行智慧建行 开启您的财富生活 五个吧 五到六个吧 可能十来个吧 一般也就是我的星标朋友 应该是一二十个吧 请被试者摘掉眼罩 被试者现在看到的拼图碎片 是用他们社交软件中 高频联系的前十位好友头像制作而成 实验要求他们在三分钟内 任意拼出其中一个头像 看看他们会做何选择 这个好戏啊 这个太好戏了 我们是坐在一起 这一块我看到是一个背嘛 然后我就知道 因为我觉得就时间有限嘛 然后拼一个自己可能最熟悉的吧 从色彩的角度吧 我觉得这张照片比较好找 和他聊天比较多 所以可能头像比较熟悉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拼 因为他一直没有换过 然后我看其他的可能拼起来比较难 他这个就全部有红色的 我就觉得好拼 就拼这个了 时间大 请停止评图 请停止评图 预设 请将小画板展示给我们 关注 笔so 这个是我自己的微信头像 这个头像是我姐 这个是我哥哥的头像 这张照片是我一个健身的朋友 相当于发小的 这张是 是我前才友的头像 他用了很久 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因为就之前实习 还有就工作 自己会给自己发一些 一些文件什么的 一些重要的东西也会发给自己 就会像一个树洞一样 就是会去倾诉一些事情 算是一种陪伴 我们是住在一起 相关之后就会给我打个电话 那吃饭没有 是不是有点夜香 我跟哥哥 最近的那次联系 就是因为给妹妹过生日 就是这种亲情这种方面的 还是很难割舍的 我本身就是个挺无趣的人 我只有前三是比较常联系的 平常可能有些事情会给她分享 分手快一年多了 但是她最近跟我说 她谈了新的女朋友 她特地把我微信加上来通知我 真的 有但是少 可能会选择我闺蜜吧 性格上啊什么的更像一点 我肯定是选择一个女性啊 每天跟女性聊天多有意思啊 跟男的聊天 每天就约发那些 这个枯燥 但是又习惯了 她的情感已经到那儿 到那种地步了 就我会每天跟你联系 那肯定还是 跟自己有学院关系的亲人吧 其实内心蛮纠结的 很渴望去社交一些新的朋友 更能够打开自己一点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不太愿意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对每个人关系都很好 但是真的想走进我心里 跟我当一辈子好朋友的人 其实没有很多 最想去联系的人可能是 我的一个前同事 因为我们今天一直有一个冲突 工作中也闹得挺不愉快的 所以一直没有拉下 连便再去联系 下意识联想到 可能我会联想到我朋友 但是你让我想一下的话 我可能是想的是亲人奶奶 就是我认定了这些朋友 他们心里的答案 也肯定是最重要的 就是她的亲人 怎么说奶奶她也不会微信 什么也不会 她虽然有坐机 但是 这问题有点深冒了 我想一下 我现在最想联系可能是我爷爷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久没见了 其实我知道她一直很担心我 她对我很好 然后我自己可能就是 没有付出同样的感情吧 我最想联系的还是我的妈妈 上学这几年来说 因为我没有要家里面的生活费 但是妈妈在后面 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然后她让我什么时候 都觉得背后有一个支撑 然后我就很想跟她说一个谢谢 也很想说一个对不起 是我的太奶奶 从小就对我很好 她很喜欢女孩 最后一次见她也就是 看她在白布里面 看了最后一眼 我觉得很惋惜很惋惜很惋惜 我就 因为就是正因为联系不上了 回不去了才会惋惜 为什么当时没有 能联络的时候 能好好交流的时候 你没有去说 你到现在才来后悔 联络不上了 你才去后悔 你现在天天 这么高频地 跟别人说说笑笑 你有记得你当时 联络不上的那个人吗 当时自己的做法挺不成熟的 所以我现在 其实还蛮想跟她联系的 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给她发条信息吗 行 发了 加油 幸福实验室百人以上样本 问卷调查显示 百分之九十的受访者朋友圈好友超过了八百人 百分之七十的受访者则表示 高频联系的人不超过十个 我们的朋友圈很大 但真正在意的人并不多 或许幸福感正是来自于那些无需问候的朋友 那群不常联系的知己 圈子很大 无非人生过客 朋友很少 却是心意相通 能力 潜力 资源 有一点职场 POA在里面的 是因为他给不起你钱 我觉得你的薪资不应该跟你的同事去讨论 所以你刚刚就没有仔细听我说话 我夸他 我拍他马屁 那也是能力 像你刚刚说的 想让你的朋友去帮你打掩护 不用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 没必要呀 谁会这么做呀 大象会捏蚂蚁吗 不会的 不会那么无聊的 有点意外